正在举办相亲大会的地方是邵阳龙回的相家村 曾经的贫困村如今成为了全国文明村和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天南海北的游客慕名而来 这些改变都与一个人息息相关 向长江 湖南省华侨工艺基金会理事长 华兴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4年 在外打拼四十余载的向长江 毅然决然回村 开始精准帮扶 向长江是我的老家 我们全家出了四十多年 我们这一大人从农村去来了 并且也投过自己的努力和创业 参与到国家改革开放的运动中来 习近平总书记一起倡导共同自负 和共享改革开放的群狗 所以我就在建议市下的驱动下 就想去帮一帮我的老家 让这里的乡村民和农村也来一个变化 在龙回县县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向长江根据向家村的自然风光和地理环境 以打造生态旅游特色村为目标 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 如今一幅幅产业心 百姓富 乡村美的画卷 正在这片土地上徐徐展开 我们原来只有三米五框的那个茅草路 很不好走 现在小村来了 我们这个公路都是六七米框的那个草草路 别好走了 路修好了 水上来了 百姓的日子红火起来 向长江带领华兴集团 对乡村的帮扶从未停下 我们始终不能忘记 我们的财富都来自于党的领导 来自于这个国家发展 所以做工艺应该是一个 全家的印证的义务 去帮助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所以力所能及得改变一些 能够改变的地方的环境 14年的时候 向长回家当村军 就下族与我们每族都开会 鼓励我们回家创业和土修工具 后来我就选择了回来 来搞乡村产业项目 2021年我们向长江村 成立了爱神工艺协会 我们自主自负了 也有能力来捐款 来帮助其他需要帮助的人 从帮扶对象到失散者 是向长江村村民的传承 而向长江的儿子向辉 也秉承着父亲 低调做人 高调做事的原则 投身乡村建设 带领乡亲奔上乡村振兴新增城 生活当中 他是一个非常慈祥 非常可爱的父亲 他对我这一生的影响 也非常非常的大 一直告诫我 要拥护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爱护我们的国家 要随时听党话跟党走 在父亲向长江的影响下 作为青年党员的向辉 始终牢记自身的责任 奔走在乡村振兴的第一线 带领向家村的父老乡亲们 继续向着美好生活前行 如传大笔筑华章 汇旧乡村新画卷 向长江与向辉 父子同心归故里 将为民谋福利的汗水 挥洒在三乡大地 带领群众铺就了一条 乡村致富之路